奥姑实力那么强 静心魔为何还敢欺骗她 在《不良人》动画第六集中 奥姑是墨北最强战力的代表 她本来坐在马车上 突然一个闪现出现在了静心魔的身后 静心魔当时就被吓傻了 一时间空气仿佛都静止了 其实静心魔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心机的人 在迎接奥姑的时候 表面上和善充满了笑容 但是背地里有着自己的计划 奥姑是一个心眼比较直的女孩子 她威胁静心魔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够见到不良帅 这个时候的静心魔 显然被奥姑所展现出的气势吓住了 不过很快 静心魔就反应了过来 她说大帅不知道大萨满清零 随后就离开去通报 回音帐转了一圈 静心魔就返回 说大帅马上就到 聪明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静心魔所说的话 非常的不靠谱 但是奥姑当时还是选择了相信 静心魔用谎言 成功拖住了奥姑 那么在见识到奥姑强大实力后 静心魔为何还敢欺骗她呢 其实静心魔当时 虽然已经被吓傻了 但是她脑子反应很快 这应该和她平时的生活环境有关 之前在岛上的时候 静心魔经常陪伴在袁天刚身边 袁天刚活了三百年 可以说已经是战利天花板了 静心魔平时侍奉在袁天刚身边 也见过了不少的大场面 这次静心魔接待墨北来时 奥姑虽然实力强劲 但是相比袁天刚 还是差一些 静心魔即便面对袁天刚都不怕 这个时候面对奥姑的威胁 又怎么会害怕呢 她在面对奥姑的时候 只是短暂地展现出了惊讶 随后便非常自然地欺骗了奥姑 不得不说 静心魔的演技非常棒